美国知名大学断崖市与华为切割 正在切断与华为的联系 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内的一些高等院校表示 他们不再接受华为公司的新资助 他们提到联邦政府最近针对华为的指控 以及此前美国政府提出的更广泛的网络安全问题 根据美国教育部提供的数据 包括上述学校在内的至少九所大学 在过去六年中获得了华为的资助总计1050万美元 这些数据是由学校报告的 不包括那些低于25万美元的礼物 大公司向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学校提供研究资金的情况并不少见 华为公司官员没有立即回复美联社的评论请求 一月份联邦检察官启动了两起针对华为的案件 其中一个案子在纽约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存在银行欺诈行为 并表示其图谋违反美国对伊朗的贸易制裁 另一个案子在华盛顿州提起诉讼指责华为从美国T-Mobile公司 位于华盛顿贝尔维尤的总部窃取技术 华为公司对这两个案子都自称无罪 美国政府此前禁止联邦机构从华为购买某些设备 并将该公司标记为网络安全风险 在联邦案件启动几天后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官员发布禁令 禁止接受华为的新研究经费 直到诉讼问题得到解决 尽管如此伯克利分校仍在履行 与华为公司之间现有的多年协议金额达780万美元 有关官员表示大部分资金都支持研究中心 而非具体项目 该大学负责研究的副校长卡茨的备忘录强调 这些项目都不涉及敏感的技术秘密或知识 博克利大学的官员调查了华为是否有任何技术 能造成网络安全威胁 也拆除了该公司捐赠的一个视频会议设备 但表示它从未用于研究 华为资助的学校项目涉及广泛的科学领域 从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到无线技术和网络安全 在普林斯顿大学 官员们在1月份告诉华为 他们不会接受华为支持电脑科学研究的最后一笔15万美元赠款 普林斯顿大学发言人表示 学校去年7月决定不接受华为公司的新赠款 目前也没有华为支持的项目 根据教育部的数据 康奈尔大学近年来从华为收到的资金超过530万美元 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所美国大学 根据联邦数据 该学校已收到120万美元用于工程研究 学校发言人本约翰表示 官员正在终止最终合同 并不接受也不追求 华为的任何其他馈赠或合同 在2017年获得50万美元赠款的麻省理工学院 官员在周三的备忘录中宣布 他们不会批准与华为公司达成任何新协议 也不会续签现有协议 这份备忘录将这一决定 与司法部最近针对华为的指控联系起来 并补充说这种转变将根据情况的要求重新审视 麻省理工学院终止与华为和中兴等 中国电信制造商的合作关系 并加强对来自中国等国家的合作提议的审核程序 麻省理工学院主管科研的副校长祖伯尔说 由于美国联邦政府有关违反制裁法的调查 麻省理工学院不再接受来自华为和中兴 及其子公司的新项目或蓄言正在进行的项目 麻省理工学院的声明说 对有些国家的项目除进行所有国际项目都必须接受的审核之外 还要进行额外的学术及行政审核 这些国家有中国包含香港 俄罗斯以及沙特阿拉伯 审查的重点风险包括知识产权 出口管制 政治权利 公民权 人权 以及是否符合麻省理工学院的核心价值观 和学术使命 斯坦福大学也宣布停止接受来自华为公司的资金 在美国之外 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几家一流大学 包括牛津大学也这样做了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为什么中国经济不会成为日本第二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4月5日 德国之声中文网摘录媒体报道 中国经济目前遇到的困难 与90年代的日本泡沫破裂 是否具有可比性 面对中国企业的强有力挑战 欧盟原有的反垄断原则 是否已经过时 德语报刊评论版 关注了这些话题 瑞士新苏黎世报以 为什么中国不会成为第二个日本 为题 刊发评论指出 中国经济并不会像日本那样 经历惨痛的泡沫破裂 但是也依然有着自己的问题 文章注意到 像日本一样 中国经济也在几十年的飞速发展后 出现了降温的局面 许多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既有的简单增长模式 已经耗尽了潜力 各种经济资源的措置 将使得中国面临 与日本相似的停滞局面 在全球化的鼎盛时期 人们普遍认为 市场经济 自由贸易 已经取得了 对中央集权 重商主义的决定性胜利 而今天 我们发现 即便在这一领域 历史也绝不是单向发展的 只要摘下意识 形态的有色眼镜 就能清楚地认识到 日本尽管属于西式工业国家 但是其二战后 炫目的经济重建 却并非按照自由主义的教科书进行 在许多领域 日本经济依然将外来竞争者隔绝 这一般不通过关税壁垒 而是通过一套由自民党打造的固有经济结构 认为中国正在迈向市场经济 这种观点更成问题 这里不仅仅欠缺法治 而且在一党专政体制下 也根本无法实现透明与公平竞争 政治优先于经济 这点体现最明显的是 在金融领域 在该领域 最重要的动力就是 中国共产党的绝对权利 不论如何 日本在经历了起初的犹豫之后 大幅改革了其银行体系 日元成为了全球硬通货 而人民币距离这种地位 还非常遥远 作者承认 中国与日本都面临着类似的 内需不足 经济增长过度依靠基建投资的状况 但是中国凭借其巨大的人口 不断扩大的中产小康人群 仍然拥有巨大的内需潜力 不过 中国也有自己的特殊问题 半个世纪前 中国遇上了马尔萨斯幽灵 飞速增长的人口 与有限的资源 构成了矛盾 70年代末 北京出台了 计划生育政策 一直执行到了前几年 如今 人们意识到 这一政策执行得过头了 中国已经出现了 严重的人口结构问题 日本人口加速老化 人口总量萎缩 大家很早就知道 而现在中国也面临相似的麻烦 而且其造成的社会问题 比日本更严重 中国正在未富先老 一胎化政策摧毁了 中国的传统家庭是保障网 而且很快 中国就会像日本一样 面临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雪上加霜的是 由于文化以及经济原因 中国还有严重的性别失衡问题 在经济落后的省份 一些年龄段的男性人口数量 比女性要多出30% 法兰克福汇报已 为中国铁路巨头开绿灯 为提刊发由经济学家阿特金森 撰写的克西评论 文章认为 欧盟反垄断事务委员 维斯塔格不久前 以保护欧洲内部市场的竞争为由 否决了西门子和阿尔斯通的合并案 但事实上 这一决定 反而会破坏世界范围内的竞争 维斯塔格的决定 放到1999年 也许会是有意义的 当年的中国可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高铁制造商 但是2004年 中国国务院出台了铁路规划案 并且致力于以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 来迫使外国高铁厂商 与中国企业成立合资公司并进行技术转让 但是由于中国要修建的 是全球最大规模的高铁网络 因此每一个外国厂商都不得不顺从 这一规划在与大量政府补贴一结合 就显现出了效果 中国厂商在短时间内赢得了市场份额 中国政府明白了一件 维斯塔格还没明白的事情 想要再受保护的本国市场之外 去抢占海外市场份额 企业就必须具有一定的规模 2016年合并完成后的中车集团 他们的列车产量占到了全球总额的三分之二 西门子、阿尔斯通丧失了大量市场份额 作者指出 面对中国人扭曲全球市场竞争关系的局面 欧洲其实只有三种选项 一、对外封闭欧洲内部市场 并给本土的西门子与阿尔斯通 以巨额补贴 但是这违背欧盟的市场开发原则 二、在世贸组织框架下 对中国的行径提起诉讼 但是世贸组织并无适用的相应规则 三、允许西门子与阿尔斯通的合并 以足够的企业规模来应对中车集团的挑战 文章注意到 凭借更高的市场份额 中车集团近年来的研发投入 远远高于阿尔斯通等欧洲同行 从长远来看 研发投入上的这种差距将会是决定性的 维斯塔格说 我们希望企业能有竞争 但他更应该说 我们希望欧洲企业能够继续运营下去 这是因为真正的风险来自于 中国巨头会将这些欧洲企业挤出市场 导致市场进一步被垄断 以保障竞争为由 禁止企业合并 只会让这一原本旨在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做法 成为一场闹剧 摘编自其他媒体的内容 不代表德国之声的立场或观点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委内瑞拉陷入代理人冲突危机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4月5日 美国之音报道 在过去几个月里 特朗普政府一直表示 有信心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正在崩溃 但专家表示 随着俄罗斯在这个南美国家的军事存在 不断增加 这场危机可能会拖延下去 演变成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代理人冲突 可能迫使特朗普总统采取除了外交和经济制裁之外的行动 这些直升机是由罗斯托尔制造的 这家俄罗斯国有企业向委内瑞拉提供这些直升机 罗斯托尔公司的谢尔盖·奥斯塔申科说 如果委内瑞拉人民要求更多的直升机 我们将提供给它们 据俄罗斯一家通讯社报道 俄罗斯资助的直升机飞行员培训中心 上周在委内瑞拉接目 莫斯科还派遣了大约100名军事人员 前往委内瑞拉 他们说这些军事人员 只是为出售给委内瑞拉的防空系统提供服务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罗杰·诺列加说 这是一个大国的对抗 当你看到俄罗斯无视美国的警告进入时 坦率地说 中国之前考虑不管马杜罗了 但现在他们也参与进来了 上周一架中国飞机降落在加拉加斯 为马杜罗政府送去65吨药品和物资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 我们正在关注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现在是一个大烂摊子 所以我会和很多人讨论这件事 也许是普京总统 也许是中国的习主席 特朗普总统呼吁 俄罗斯离开委内瑞拉 并警告称会考虑各种选项 俄罗斯和中国坚称他们对委内瑞拉领导人的支持是符合委内瑞拉和国际法的 但是美国官员警告莫斯科可能会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 美国驻委内瑞拉特别代表埃利奥特·埃布拉姆斯说 如果俄罗斯人认为他们可以在这里自由行事 那将是一个错误 他们不可以 俄罗斯和中国已经向委内瑞拉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贷款 他们担心能否收回贷款 但对莫斯科来说 这不仅是一个钱的问题 也是一个地缘政治举措 以扩大其影响力范围 2015年 克里姆林宫介入叙利亚内战 使局势转向 有利于总统阿萨德 分析人士担心俄罗斯可能会在委内瑞拉采取同样的行动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诺列加说 俄罗斯人在考验我们 如果我们继续推行 不存在使用武力的可信威胁的政策 俄罗斯人会说 我们在虚张声势 一些专家说 避免委内瑞拉变成代理人冲突的一个方法是 让已经宣布自己是临时总统的瓜伊多 说服俄罗斯和中国 如果他们停止支持马杜罗 他们的投资不会完全失去 布鲁金斯学会的杰弗里格茨说 俄罗斯和中国都想要非常谨慎的应对委内瑞拉局势 他们会希望尽可能的跟冲突双方 保持良好的关系 希望无论最终水涨权 他们都能收回贷款 与此同时 随着危机的加深 委内瑞拉出现食品、水和电力短缺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不顾北京反对 美国派现役军人驻台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4月5日 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周三宣布 将于5月6日入驻位于台北市内湖的新办公室 而发言人孟宇和也首次对外证实 美国自2005年起 便派驻现役军人在美国在台协会的台北办事处 此消息一出引起海峡两岸的高度关注 美国在台协会 AIT 4月3日首次对外证实 自2005年以来派驻台北办事处的政府人员 便包含陆军、海军、空军与陆战队 发言人孟宇和也表示 AIT搬入内湖新管后 新管维安规格将与旧管相同 由扫数美方人员搭配多数当地聘雇人员 并与地方政府合作 共同负责新管维安 此消息一出 立即引起海峡两岸 高度关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周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当局坚决反对 美台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并强调 之前已多次就有关问题 向美方表明严正立场 耿爽说 美方以任何借口派军事人员赴台 都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而这种做法必然会对中美关系 带来消极影响 他呼吁美方 信守承诺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纠正错误做法 慎重稳妥的处理涉台问题 以免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然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重申 美国遵守一中政策并强调AIT的维安 是由少数美国政府人员搭配多数台湾聘雇人员 AIT自2005年来便在铸台的联络事务组增编一名陆战队军官 而其功能与其他使馆的五官相同 台湾中央社报道 国立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丁树范教授受访时表示 AIT一直有美军现役军人 驻守敏感区域 但美方从未公开证实 而这些军方人员也都穿着便服 他认为 虽然公布此消息 可能代表台美关系某种程度上的提升 但台湾也不虚过于乐观 因为近期访台的美国官员 仍以不具政治敏感性的领域交流为主 然而丁树范也提醒 未来美国是否扩大在AIT的驻军规模 以及这些军方人员是否身穿制服都值得观察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安卓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安卓手机或平板电脑的Play Store 在最上方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边的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桌面上 回到手机桌面找到明镜之声的图标 点击并进入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四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热门排行和机赏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3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最右边的机赏一栏您可以选择不同的打赏金额来支持明镜 下载明镜之声APP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势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苹果iOS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您手机的App Store 也就是苹果应用商店 在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和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上角的云状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手机桌面上 您可以选择下载之后 立即点击Open打开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三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和热门排行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点击随选清单右边的倒三角形 您会看到明镜所有栏目的名称 选择你想收听的栏目 比如明镜的英文新闻News Always On 您就可以专门收听一个栏目的节目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 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这一栏您可以找到明镜观众最关注的节目 明镜之声APP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连接到明镜的YouTube频道观看视频 具体方法是点击明镜之声APP 左上角的目录标志会出现一个菜单 在菜单的最后一行是订阅明镜选项 明镜之声APP会自动连接到明镜火拍的视频主页 在这里您就可以收看到明镜火拍的所有节目 下载明镜之声APP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中国与世界每时每刻的变化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请您立即下载明镜之声APP 您的随身收音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